过去牧场业者让牛群外出觅食的时候 要限制牛群的活动范围 以及防止牛群走失一直都是一个大难题 但是随着科技发达 畜牧业在管理牛群方面最近是简单多了 英国一家牧场如今在放牛吃场的时候 就通过手机APP设下了虚拟的围栏 并且让他们的奶牛带上了有GPS功能的项圈 如果奶牛走到了虚拟围栏的边界 那项圈就会发出声音 提醒奶牛不要踩过界 如果奶牛不听警告 执意要往前走的话 那么项圈就会发出电来刺激奶牛 教育奶牛用声音来分辨自己的流动范围 我们这就来看看这项防牛走失的科技有多厉害 奶牛吃草时间到 农场主人收起绳子 让奶牛外出饱餐一顿 画面中的奶牛它们的脖子上 都挂着一条装有灰色盒子的铁链 这个盒子其实就是装载GPS的电子仪器 当GPS侦测到奶牛走出活动范围时 盒子就会发出高频率的声音 让奶牛知道它越界了 林道远 educated瘦 奶牛身上的GPS项圈是使用太阳能充电的 有了这个项圈 牧场业者就不用在更换墓地的时候 设置新的实体围栏 而且还可以在手机上观察牛群的活动 省时又省力 除了防止牛群走失 GPS项圈也间接改善了牧场的生态环境 生态学家表示 少了实体围栏 以植物搭建的树梨 就会在田野中茁壮成长 久而久之 这对自然界对生物多样性都有益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